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土山景 我在 厚脸皮 你们九尾湖的鼻子可精灵 刚刚那株先草 在很偏的地方 没有想到你都能找出来了 看完以后我去采药都得带着你了 以后你不管干什么都可以带上我 我会的可不是采药 那缝纱织布也要带着你 好 南羹与织那是寻常人家的规矩 我们家则是南羹南枝 你只负责吃 土山景 我在 厚脸皮 你们小耀回来了 陛下 小耀 我要离开陈荣山一段日子 去西安山巡视吗 对外是说去西安山 实际上是去一趟军种 还会大概需要一个月 会有危险吗 危险哪儿都会有 最艰难的那段日子我们已经过来了 现在还有什么危险 能比那个时候可怕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好啊 对啊 你要去昊陵 那我还是不去了 那片土地不惜我踏入 那里的人也都厌恶我 我不去讨人嫌了 你之前不是还说有一些药草生长在昊陵 没有机会看到 怕记载得不够准确吗 那这回你不想陪我一起去一趟昊陵 亲眼看一下那些药草 还是不去了 请 有件事情我想和你商议一下 西安和昊陵的物产截然不同 虽然之前也互通有无 但是仅限于贵族喜爱的物品 并未汇集普通百姓 涂山市的生意遍布大荒 对各类物产十分熟悉 我想请你随我去一趟昊陵 看看有哪些物产适合引入到中原 这不是官员要做的事情吗 物产流通 要靠自虚自愿 并不能大张旗鼓地靠几个官员去做 就算做了也做不好 好 物产流通各地 互通有无 互惠互利 对天下百姓都是大好事 涂山市也能从中获利 请雁随陛下一同前往号令